今天的重點在跟各位介紹這個 Animation Compose 在 AE 裡面 難得有這麼好免費的 大部分都是付費的比較多 但是這個是免費的 我已經有提到了 你可以原本三角色要完成了 三分鐘就完成 那它裡面的很多的動畫方式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迪士尼的那個 12 個法則一樣 你只要點一點就 OK 了 所以在做動畫的時候 你的速度就會再更快一點 那麼目前的話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現在比較新的 3.0 的版本 那另外一個是 2.0 的版本 可是 2.94 的樣子 那 2.94 所有版本都可以裝 但是如果你是 3.0 的話 就只有 2019 以後版本 也就是我們現在學校的是 2019 也可以裝 好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 它官方的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 前面這個就不用了 然後我們從後面 從後面這裡 從後面這裡 好 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些文字的 它也有一些素材 也有一些轉場 然後呢 你看像這樣子 有沒有 文字的動畫 像你要出現這樣子的感覺 有沒有 後面的文字 你都可以直接做調整 還有像這個字幕 它也可以幫你自動產生 好 還有像剛剛那個素材 有沒有 這些都可以直接拿來用 大概是像這樣子啦 OK 它有一些素材可以拿出來用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要麻煩各位囉 我們就用比較新的版本 好不好 那新的版本呢 它需要兩個部分 第一個 你要安裝程式 要從這裡去下載它一個 叫做 Product Manager 這個叫產品管理的程式 就可以去下載 第二個 你需要註冊帳號 所以你可以先從這邊點一下 按下去 按下去 會進到那個觀光網站 你就 Download for Windows 它有 Mac 的版本 好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 只是說 你需要輸入你的信箱 它會把那個連結 就是丟給你 你要去收信 這樣 OK 嗎 所以要麻煩各位一下囉 來 這邊老師有修正一下 如果你懶得像這樣先去註冊 你可以直接從 UB 下載就好了 好 那這個程式呢 你就 執行 下一步 安裝 把它安裝起來 好 那第一次會有這個 對不對 然後它就要求你 要註冊一下 還是要註冊帳號啦 只是說 這個程式 你不用那麼麻煩喔 你就自己打上你的信箱跟密碼囉 現在我已經登錄了之後 這裡有兩個 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選擇 你要安裝這個 Plug-in 有沒有 三個 這裡有一個 Install 那它還有一個叫 Starter Pack 就是有一些免費的素材給你的 好 所以這兩個我們都要裝 那我們就把它 Install All 在右下角這裡 這樣它就會把你的程式裝起來 但是它會先要求你把 A1 先把它關掉 因為你如果 A1 打開的時候 它沒辦法裝喔 所以這個地方我先把剛剛做的 這個先關掉 好 確認一下 A1 是都關閉了 再請它 Try Again 它就會開始幫你把外掛程式安裝起來 這個是我們第一次跟各位介紹這種 就是需要安裝的外掛程式 好 OK 這樣就已經安裝完成囉 已經安裝完成了 所以現在呢 我把 A1 重新打開 記得這個新版本的 Animation Composer 3 只能用在 2019 以上的 如果你要在之前的 或者是你不要用那麼新版本的 你可以用 2.94 的版本 2.94 它就不需要註冊 就是直接取得它的安裝程式 直接裝起來就好 比我們剛剛用 3.0 來的入門容易一點 但是其實功能是一樣 只是在 3.0 有做一些改善 好 你看我這邊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多了一個這個 它告訴你說謝謝你幫我安裝進到 A1 裡面了 好 了解 關閉 那麼你可以發現 在你的視窗這邊 安裝完成之後在視窗這裡 會多了 1 2 3 4 4 個面板可以使用 所以呢 麻煩各位試看看囉 好不好 各位呢 你安裝完成了 你就從這邊把這個Animation Composer 打開 看一下 在這邊 Windows Animation Composer 它主要都是用在這裡 按下去 好 那第一次它會有一個這個 我們就把它關掉就好 沒關係 好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面 左手邊就是有它預設的功能 好 你看 它說有一些這個 Reset 各位 各位有沒有看到右手邊動畫怎麼產生的 對不對 如果要你做這個 有沒有有點困難度 不是說做不出來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有斷腰腰腰那個嗎 呵呵呵 你知道為什麼那時候不講這個了吧 我講了你就不想練習了嘛 對不對 所以 我們來試看看 自己開一個新的合成 好 我就用一個方框 我們來試一下啦 不管什麼顏色 這樣 好吧 你要這個效果 你就來看一下 這裡面它有分喔 有分兩種喔 一種叫轉場 全吸取 一種叫Effect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轉場就是它可以指定 開始跟結束的時間 那麼Effect就是一直動一直動 就是你不用指定時間 你只要在整個塗層裡面它就一直動 所以如果你現在要像這個一樣 我先丟進來 你就點到它 有沒有 你看下面這裡 點一個 有沒有一個Apply 套用 按下去 做好了呢 這兩個Gate 有沒有看到它就斷腰腰一直在跑 對不對 這樣就好啦 所以 會不會太簡單 所以不能介紹這一種 你知道嗎 這樣會破壞各位的學習情緒 有沒有 那你這裡打開之後 你看到它事實上是一個特效 它加了很多東西進來 它有一個控制的有沒有 然後動畫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都是寫程式 紅色的就是寫程式啊 所以呢如果你要調整它的內容 你要回到剛剛那個Animation Composer 因為你現在點到它的 在這邊就有一個叫編輯 你就可以告訴它 喔 你這個 是 開始要從哪裡開始結束 要從哪裡開始結束 那它的強度要強一點還是弱一點 如果你不需要它動那麼快 我們需要它慢慢的動 我把這個強度變小 我們試看看 有沒有感覺它溫和的一點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它熱情一點 你就把強度增強 這樣有沒有熱情一點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動那麼快了吧 那這裡面呢 我剛用的是屬於什麼 叫做Effect 所以它在你的整個圖層的時間都會動 這種的叫做Effect 那如果你是要做就是 全期訊 就是我們講的進場跟離場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來做看看 在這邊 在這邊 如果你剛套用的不要可不可以移除 可以喔 都是從編輯這裡 編輯這邊有一個移除 有沒有 你可以告訴他 我要移除我的特效 移除 那它就恢復原來的 所以 用Animation Composer 做的話 你做的任何動畫的編輯 或者移除或增加 通通都要由Animation Composer 這裡來做 就不像我們以前 我來這邊調整關鍵格 因為這些都是它用什麼 用程式寫出來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你看 Animation 這裡有很多 也有3D的 有沒有 你要翻轉進來的 我就按著它丟進來 不是要丟進來 點到它按Blight就好了 但是呢 我們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In跟Out 就是你怎麼進來 Out的就怎麼出去 如果你進來跟出去的話 就兩個點一下 這個就比較像 有點像我們PowerPoint裡面 不是有物件進來跟離場 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要兩個都要按下去 你看一下這裡 剛剛我們做完了之後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 一個是Out 這裡是不是一個In 所以它只在前面跟後面做動畫 中間就是沒有 那我們試看看 馬上就知道 來 有沒有翻起來 所以中間是沒有動畫 那你看它到後面去的時候 就會有Out 再翻回去 有沒有再翻回去 這樣知道這兩個動畫差別在哪裡了吧 所以剛剛呢 如果你在Browse這裡 你選擇的是Effect 這種的就是會在哪邊 在整個時間軸都會動 都會動 那如果你希望它進場的時間 快一點或慢一點 你可以調整這個 調整這個 所謂的動畫的什麼 Maker 這個呢是它的標記 如果你需要它動畫的時間 持續 久一點 就是進場慢慢來啦 來我先停 你看一下 進場有沒有它花比較多時間 但是動作會變比較慢 然後呢離場比較快就達到了 就開始在這邊就在動 這樣有了解了 所以你可以透過 如果你是 所謂的轉場 全期訊的 你可以在In跟Out之間 它的In跟Out之間 可以做它的這個 出現位置的調整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那一樣移屬就從這裡來 看你是要全部移屬 還是只移屬其中一部分 這裡的操作會跟我們之前在2.94版的 有一些不同 有一些不同 因為現在3.0是最近才釋放出來的 所以我想說 既然有機會用到 就還是用比較新版本 那也順便跟各位說明一下 其實這樣的東西 如果你有在用Premier的話 因為他們家也有針對什麼Premier來做 所以你如果想要下載Premier的 我這裡也有放 因為他也可以用 只是一樣 他只適用在CC 2019以後的版本 包括2019這個版本 如果你的版本是比較舊的 那你在Premier裡面就沒辦法用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你可以像這樣很輕鬆的就套用 直接拿去 我下面有稍微解釋 要2.0跟3.0 他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他除了這個以外 其實也有一些預設的那些動畫的圖庫 還有聲音的圖庫都有給你 只是這個我想還好啦 就比較不是重點 在下面這裡有沒有 這邊有他內建的一些圖庫的內容 像這些就是所謂的內建的 你如果一把他點到他 把他增加 你就在你的這個裡面就多了這個素材啦 沒有看到 跑去哪裡了 點到他 抖抖 好 看一下 喔 有沒有 他就有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好 他就是 剛剛看到這個的話呢 就是他內建的 內建的這些圖庫啦 他聲音在這裡 你都可以聽看看 點到他就可以稍微聽一下 聲音我覺得還好 他主要就是 他有一些像這樣 有沒有 出現的感覺 那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去做 像這裡 有沒有 四個角落 現在有流行一種叫暗角嘛 對不對 就是四個角落比較暗中間比較明亮的 這種圖片的效果 他下面還有其他的 有沒有像這些有些素材的 你不需要自己做 丟進去就有了 所以他其實主要的 我們要的是他這個叫Preset的功能 因為這個呢 對各位來講 其實以前要做這個很困難嘛 那他有特別針對文字 也就是我們平常2D3D都是一般的圖形 文字可以做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是 AE的文字圖層 他可以做更多 因為文字的話本身就有很多的動畫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把文字打好的 就套用給他就可以了 當然前提就是你必須是文字 一般的圖片啊 影片啊 就不能套用 這兩個比較特殊的 這樣有沒有簡單 重點是你要自己玩玩看 好不好